7月31日,同步组织哈马斯头目哈尼亚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住所被炸死 之前不久,他刚刚参加完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伊朗革命卫队证实了哈尼亚的死亡 目前还没有组织对此事件负责 不过哈马斯和伊朗纷纷谴责以色列找暗杀 伊朗政权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扬言报复 这件事情大概90%就是以色列的情报单位做的 当他列为这个是仇人或是敌对组织的时候 他必须要歼灭他,他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 然后他才会收手 上周三,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访美并在国会演讲 重申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态度和决心 针对伊朗及哈马斯扬言的报复 内坦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会让侵略者付出沉重代价 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防长奥斯汀告诉记者 对于这次袭击,他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 但美国会协防以色列的安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白宫不会停止为以巴停火谈判而努力 同时他也说明,美国准备好维护在该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烈谴责暗杀哈马斯头目的行动 大陆门户网站为恐怖分子哈尼亚的死亡 而将网页变成了黑白色 近期,以色列对哈马斯、珍珠党及胡塞武装的头目 都进行了针对性打击 让大多数人认为此次暗杀哈尼亚也是以色列所为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暗杀行动或许是哈马斯的内讧 无论是哈马斯的内讧,还是以色列的暗杀行动 以哈和谈前景都变得暗淡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要完全地解决 或者是达成永久的和平这种谈判的进程 我想是越来越困难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兰 纽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